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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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已经进入全面复苏的新里程 我们正大战旗鼓 开门迎客 香港的维港海滨 太平山顶 星光大道 主题乐园 郊野公园 地址公园等 文明全球的旅游景点 将全面迎接全球旅客 共同畅游 最近落成的全新旅游地标 比如 西九龙文化区的 香港骨公文化博物馆 M家博物馆 也将为中外旅客 带来全新的香港体验 今年 今年我们会举办许多盛事 从金融 经济 创新科技 到体育赛事 文化艺术 和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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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走 多走 多看看 多找机遇 香港 已经重返 国际舞台中心 全面欢迎内地和全球旅客来临 大家 久别重聚 一声 你好 声歌千言万语 热切期待 跟大家在香港见面 期待听到你们 跟我们说声 你好 香港 我们这个宋政经济计划 我们是会由3月1号 就开始 为期大约6个月 那航空公司呢 就会分阶段 在不同的市场 就推出相关的一些宣传活动 那我们希望呢 就 这些拿到机票的朋友呢 能够 就是 都是多带 两三位的亲友来同行 所以 虽然我们宋政 是50万张的机票 但我们相信 是可以为香港呢 是带来多达 150万 位以上的 入境旅客的 其实除了250万张机票 是送赠给海外旅客之外呢 那航空公司呢 在今年的夏季呢 也都会再送出 8万张的机票给市民 那也都会 有部分的机票呢 也都会在大湾区呢 就是送赠给大湾区的旅客呢 因为鼓励他们来到香港呢 也都多些用我们的机场来出镜 所以总共来说呢 其实呢 我们总共送出的机票是超过70万张机票 那我们期望呢 这些机票呢 的送赠计划呢 就可以支持我们航空业的复苏呢 CK旅游业呢 也都会希望 令到香港尽快可以重新 黑网易拉